这么一款20年前的网吧神作 它既是一款射击游戏 更是一款令人热血沸腾的 抗日游戏 哈喽大家好 我是臭小黄 今天带来的游戏是 血战上海滩 血战上海滩是于1937年七七事变 爆发后制军侵华 从至在上海进行的抗日历史规模最大的会战 松露会战作为游戏背景 而我们在游戏里将扮演一个海龟的抗日英雄 名为华成龙 那么这个20年前的老游戏 究竟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直接开启本机器兵的内容 游戏刚开始 就是华成龙乘车来到了上海 刚下车就遇到了日军的一个小分队 华成龙由于刚下车头有点晕 所以多开了几枪才处理掉这只小分队 也因此引起了其他日军的注意 但是华成龙可不怕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快速赶往大北电报公司 并主机途中遇到的日军 可这又怎么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随着华成龙越来越靠近目的地 遇到的敌军也越来越多 甚至他还遇到了新的敌人 他们自称是宗社党的浪人 拿着刀就往华成龙这边攻来 还会飞 可十步以外 枪更快吧 华成龙很快就解决掉了敌人 就来到了大北电报公司门口 没想到这里埋伏了更多的敌人 房子上 箱子后 房子有掩体的地方 就常有日军的身影 解决完他们 又出来了一辆日军的轿车 擒贼先擒王 华成龙直接把里头的人击毙 使大北电报公司暂时地得到了安全 但日军的攻势非常之快 宁静的汇丰银行常有价值百万的金条和紫块 这些黄金也意味着无数的武器弹药 那里便是他们的下个目标 同时 也是华成龙下个要去的地方 华成龙继续往前走 敌人会增加 华成龙的武器也在变多 他所到之处 无人能打 中途更是摧毁了敌军的一个军火存放点 最后干掉了一众敌人 结救了两位同胞 他们告知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被日军占领了 听到这消息的华成龙 不但没有丝毫退缩 反而更有干劲 他势必要把被占领的汇丰银行夺回来 可他却因大意 在银行的门口 被敌人击倒了他的第一条命 可击倒就击倒了 他还点到了取消复活 直接退了 不过他也因祸得苦 意外发现自己是这个游戏的警觉 只是输入代码 又可开启无敌 还可以拥有多有武器 还能让拥有的武器子弹无限 华成龙卷土重来 又一次杀到了汇丰银行的门口 这时候的日军 已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力 逃进了汇丰银行 此时日军已在银行里 构建了简单的防御攻势 时间紧迫 必须尽快夺回黄机 很快华成龙就在日军手里救回了人质 攻进了银行金库 卑鄙的日军居然拿柜子作为掩体 才挟持了更多的人质 不过很快 日军就被华成龙杀得只剩下一个指挥官 这时他却说这里已经被他埋下了炸弹 妄想给我们同归于尽 华成龙想都不想 送他去建了他的天皇 这时候被救的女青年说 我知道炸弹在哪 我带你去 这时日军的龟田小队长还不知道银行的情况 还率领一对鬼子赶往这里 华成龙直接给了他一个欢迎宴会 一个人包围了一对 送他去建了刚刚的指挥官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批侨胞的战争捐款 抵达了外汉的中国银行 但鬼子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侨胞们省时间用的血汗钱 定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华成龙出手了 既然敌人都那么快就得知消息 那附近定有他们的据点 华成龙继续深入 途中更是遇到了一些身上板子炸弹 想跟我们同归于尽的恐怖敌人 果不其然 这里果然有敌人的据点 但不出意外 他们很快就被解决了 当年因华成龙的贪功冒进 中了敌人的调虎离伤之计 负责抽集上款的爱国侨胞 落入了敌人之手 被抓到了跑马场 华成龙愧疚不已 立刻前往跑马场 在路上居然还遇到了敌人的装甲车 但凭借力行优势 华成龙还是击毁了他 在干掉了一堆敌人后 终于来到了跑马场 解救了被抓的爱国侨胞 但没想到的是 还是晚来了一步 被解救的仅仅只是一小部分的侨胞 大部分侨胞已被转移到了日军的命运基地 华成龙只能继续深入敌意 不久后又给敌人基地薄弱完结 狠狠一击 终于解救了大部分人质 但狡猾的鬼子又抢先一步 将几位海外军政的负责人转移到了联合教堂 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华成龙追上 被解救了出来 但与此同时 日军的支援部队也来了 这次居然派出了一辆强化装甲车 但华成龙丝毫不慌 他掏出了火箭筒 几炮就把敌人的强化装甲车打爆了 然后潇洒离去 白杜桥 双方必争之地 不下此桥 就有可能扭转整个战局 那华成龙怎么可能不来 他只身一人 就是一支军队 只见他夺下了敌人的马克密重击枪 以其人知道环子其人之声 直接杀到了桥对面 一个人把敌人派来的堂克打上 夺下了白杜桥 敌人的使馆区就在附近 华成龙也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得着中士党的浪人集团 侵扰平民 无恶不作 在附近的平民区更是嚣张 华成龙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们在平民区的势力给一锅端了 就连中士党的新英流高手 伪众三人都被华成龙除掉了 又听世民说 日军在进行着某种恐怖的实验 常常有那种恐惧的吼声发出 但显然不是常人们发出的 为了一探究竟 华成龙只能继续向前 干掉了一路的敌人后 走进了一个车库 遇到了一些人眼不像人的怪物 他们正是日军的生化部队 但由于他们尚未试验成功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被藏在了这里 生化兵的生命非常枉强 不过他们的速度极慢 很快就被遭到破绽 被消灭掉 华成龙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便很快地离开了这里 这天 日军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 长谷川青来到了上海 为了在前线 玉学奋战的近百万同胞 华成龙决定当一回刺客 于是他只身追击长谷川青 但他发现只靠步行是追不上的 真的跟日军一张车了 叶王车又再借了一次马克密重机枪 很快就来到了日军司令附近 就在此时 一刻留人者 一腾鬼佐突然出现在了华成龙面前 一腾鬼佐擅长幻影分身攻击 但他在攻击时 就会露出破绽 打派了一腾鬼佐 前方便是日军司令部 暂时吃惊 离军的司令部防务空虚 但依然有不少敌人驻守 普通的部队已经不是华成龙对手 已经派出了装甲车 运兵车 坦克 可也都被华成龙一一摧毁 很快 华成龙就潜入了长谷川青的湖底 此时的他还没发现我 还在那里给他的属下换了大笔 随着一声枪响 战斗直接打响 现在普通的浪人已经对华成龙造成不了威胁了 可保护长谷川青的手下 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时一个红色的忍者出现了 他就是保护长谷川青忍者们的头目 以贺流上人 不顾千军 不顾千军跟之前出现过的人者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只有攻击的时候才会露出破绽 所以他无非就是华成龙摸开 他就能解决了 也就往不顾千军 华成龙大摇大板地走进长谷川青的房间 这时的长谷川青是他害怕的 吓得边哆嗦边往后退 但嘴里还不忘却想华成龙 可都到这里了 华成龙怎么肯接受 就在我以为华成龙会跟对别的日军一样 一枪带走长谷川青 一声枪声 便随着长谷川青一阵阵的尖笑 失败而止 重重地印在我的电脑面前 这次倒下的居然是华成龙 我不相信这游戏是这样的结局 我再看一次 有多少人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最后都被这个结局误打 以为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结局 可并不是 因为刚又开的那一次 让我至少看到了一点希望 其实 在长谷川青开枪的一瞬间 就是那一瞬间 我们是可以开枪的 所以 现在该我了 最终 长谷川青被华成龙用手枪击杀 最后的结局 华成龙看着暴能 收拾行李 出发前往下一个需要他的地方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结局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搞个这样的设定呢 即使你输入了无敌的代码 还是会被长谷川青一枪反杀 我觉得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对敌人的仁慈 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当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上战场面对敌人的时候 不要对敌人有任何一点奉献 因为战场人比游戏展现出了个要坦酷啊 我们也应该珍惜和平 牢记历史 那么本期视频道具就结束了 我是兽小狼 我们下期再见 拜了个拜 你看哪呢 小伙子 这是你的第七个回想吧 那最后一个道馆 为什么不是是长青道馆呢 长青道馆 那个我上次去了没开门的那个吗 那个是我们关都最强的道馆 那我才不去 嘿嘿嘿嘿 你没得选择 嗯 这里是长青市 既然已经被送到这里 小狼也只能硬着头皮 进入道馆 进入道馆后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 小猫跟火箭队 还有一只我没见过的宝可梦 没想到的是 火箭队居然还绑架着道馆馆主 你就是我拿的匹家被绑架了 当务自己是先帮小猫解误 小智跟没见过的宝可梦进去队上 原来这只宝可梦叫超梦 嗯 这是野生的宝可梦 只见喷火龙两个分射火焰 超梦只剩一死 小智晃上妙蛙童子 这里面粉 催眠成功 高级球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只用三颗球就收到野生的超梦 什么 什么 你居然把我们火箭队 行进苦苦制造出来的 对象人找宝可梦 周福啊 把他们叫出来 这时把木老大一惊将自己的宝可梦 借给火箭队三人群 也给了他们调上小智的勇气 哦 超梦啊 你要干嘛 哎呀 打不过你们呀 哎呀 我又来了 我又收不到超梦啊 哎呀 真打不过你们呀 哈哈 菜 又说不到超梦啊 不是 你是火箭队 我是火箭队啊 那我这进口宝可梦呢 我这才说不三只超梦而已 看你闭得多开心 摩可梅笑 摩可梅笑 小智最终打扮了 拥有把木老大宝可梦的火箭队三人组 比比鸟也终于进化成了大比鸟 这里太差了 快跑啊 别挡我了 嗯 你们几个被财 怎么把我道馆打炸了 我怎么办 护驾 护驾 火箭队生死未必 但居然把徽章和技能学习机放在门口 小智 你现在也有八个道馆徽章了 你也可以参加十应联盟了 好了 我们联盟见 小智拥有超级真心人的体制 百米三秒 来到了联赛现场 十一联盟都是得到八个徽章的训练家才能参加 肯定高手如云 干嘛 我是来自真心正的小智啊 目标是要成为神奇宝贝大师 联盟报名去呢 哦 还要报名呢啊 报完名后 小智就开始了他的联盟之旅 本以为参加联盟的人都很有水准 但是 水之场地 岩石场地 冰之场地 三个场地 三个训练家 直接被小智述通 取得了三联胜 赢下三场后 中场休息 小智 我在第四场的比赛输了 我现在已经收拾东西 准备回更新阵了 他们一定是开了 呃 带着小茂的遗憾 小智拿下了第四场比赛 第五场比赛是在十阴场地 对手是一个叫什么 阿宏的小学生 他的手把宝可梦是一只八大蝶 叫什么 Happy 但是Happy非常的卑鄙 直接把我的手把体力会吹飞 放上了妙蛙桶子 被Happy一个虫米直接带走 小智也不放水了 直接放上了自己的王牌 喷火 一发喷射火焰直接带走 对手第二只上了一只 有病是吧 这谁会念啊 话里不上 喷火龙还是一发喷射火焰带走 对手最后一只 宝可梦居然吸一只 四十五级的小火龙 比方学我是吧 不进化 那两个喷射火焰带走 你赢了 但也输了 因为我不相信是这样的结果 你再说审啊 就借着这股气势继续赢下去 你再说审啊 你已经十六强出局了 不是我 我刚刚不是赢了那个什么阿红吗 人家阿红富二代来的吗 预定的八强 因为我不相信是这样的结果 原来 现在应该已经到账了 怎么可以 到账 五 五百万元 不跟我说一声啊 红杀 第一次参加联盟就十六强 我已经很厉害了 我这就回去告诉我妈 得到十英联盟十六强的小智 以飞快的速度跑回真心症 当时迎接自己的居然是一次磨墙人偶 叫我收复他 收复后的磨墙人偶 就顺利到了妈妈的身边 小智把十六强的神迹告诉了妈妈 和博士 妈妈跟博士都为小智而感到骄傲 但小智肯定不甘心自己只是十六强 决定继续他的冒险 小智你要去哪 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帮我 帮我去橘子群岛的代干岛 我刚回来就把我叫走 咳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嘿嘿嘿嘿 自言 有趣嘛 你不去我就把你收不到三次超目的身体放出去 到时候都会抢你的超目 你自己想 不是根本你小豪啊 网人这么多 那你去不去吗 我去 没见一个的宝可疯 哪里有东西玩 小智的底图才刚刚开始 下集待续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黄 洛克王国 大家都玩过吧 但这期视频的主角却不是洛克王国 而是洛克王国里的一个小游戏 洛克快打 不知道有多少小宝宝玩过这个游戏 而且玩这个游戏是为了收集游戏里的勇士碎片 去对方这只小时候辛辛烈烈的猛宝宝 但是发现 这XX什么收集速度啊 导致没玩到最后 不知道这个游戏后面是什么样的 而且游戏越后面升级就会越难 一天只有120点的活力值 一整天可能才只能升一级 关卡还规定达到几级才能解锁 玩法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这期视频带来的是目前所有的boss 也是花了挺多时间才录制完所有制裁的 希望各位能多多点赞支持一下 首先来到泥江树林第一关 虽然此次我已经达到了48级 但是这里还是依旧很贴心 榜上的新手教学还是有的 毕竟是第一关 这里的小怪也是长得比较友善的 每次一个地方小怪会出来两波 第一关的小怪相对比较少 一伙的功夫就遇到了第一关的boss 暴力酷 一碰面他就给我当头来了几棒 还用出了他的绝招 三连击 打出了高达 三点伤害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他的权利 而他却始终舍不得对我下手 最多就再次用三连击 那没办法 下一关 第二关相比一关就要难上很多了 不是因为小怪的等级提高了两级 而是因为陷阱多了齿啊 不仅可以减移速 还有落石 荆棘 而且他们的伤害 居然是按我血量的百分比来扣的 你问我怎么知道的 出铁呗 这一个落石换作暴力兔 得打多少个三连击啊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为暴力兔而共勤了 因为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个平A 就等于一个三连击的拳击兔 不愧是好兄弟 连技能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凝江树林的第三关 这里的地形复杂的一些 陷阱多了一些坑 解决完小怪就遇到了凝江树林的老大 巨木兔 巨木兔一来就是一个车能滚滚 其他攻击手段好像跟前两位没什么区别 凝江树林只有三关 所以下一关是下个场景 遗迹草原 地图变了 陷阱也跟着变了 不过伤害是没变的 小怪也换成了这里的特色小怪 不同的是 从遗迹草原开始 每个地方出现的小怪都是三波了 而且有的地方 第三波会出现一只超级小怪 他的血量是普通小怪的好几倍 方做同等级的就要打上一伙了 这关的boss叫炫彩蜘蛛 一进来我就疯狂试探他 想看看他有什么技能 我本以为是我走位太好了 结果 我人在这里 你看他 好 如果一次是巧合 那 下一关 这关没什么太多区别 就是小怪的等级高了一些 反而有个地方很相同 一样是蜘蛛 一样是站着不动 一样 不是你 你别动我动 下一关 这关的boss叫育母毒蛛 他的攻击相比前两个就成熟很多了 体型也大了不少 至少站着不动 他能打到 最后一个就是一记草原的老大 万毒猪后 他就不一样了 不仅攻击游刃游 他还能发出蜘蛛网近过一会儿 技能也挺多 往天上猛吐蜘蛛网 然后砸下来攻击玩家 就是命中率不太高 还有一招把自己捆成一颗球 伸到天上 然后猛砸下来 被击中的话会被眩晕 不过这个形态的boss 还是可以被攻击的 之后就是凄凉之秋了 不过一般这种时候 玩家的等级都会比较低 就可以去这里的试炼场刷等级 不过试炼场就比较无聊了 只会出现一些比较高级的小怪 一波跌一波的打完 甚至连boss都没有 凄凉之秋其实就是沙漠 一样有一些凡人的机关限制 其中有毒花非常炸裂 直接就是一个三连击 第一关的boss叫杀地猎手 就是一只蝎子 他的普攻就是三连击 血量被打过半的时候 还会用出野牛冲撞 那看来前面那些小boss 应该也都是会决别的技能的 只不过扛不住一个普攻 血量一直满了 足以触发不了 小蝎子还有一个毒尾攻击 不过贴身就可以躲开 凄凉之秋的第二个boss叫暗杀刺客 名字听着很容易 但是也就比刚刚的小蝎子多一个技能 把双手插进地面就可以叫出他的小弟 凄凉之秋的第三个boss 流沙之影 他叫小弟只需要吹个孔哨 还比前两个多出一个技能 可以把自己的尾巴放进地上 对玩家进行攻击 不过这个状态下的他也可以被玩家攻击 凄凉之秋的最后boss 沙漠之王 他的技能其实跟上一个几乎一样 区别就是血量攻击力比较高 接着就是目光森林 玩到这里 出现的小怪每次会越来越多 这里的boss都是蝙蝠 第一只暗铃蝙蝠 一个会飞的boss对于同等级的玩家还是比较烦的 不过他有个技能 就是飞到旁边的地上 然后放出声波攻击 不过跑身后就能埋调了 打到这里的boss都是会叫小弟的 第二只蝙蝠就多一个技能 当血量被打到较低的时候 就会躲在一旁开始石化 当王城石化后会恢复一定血量 不过石化的过程中是不会动的 很容易被直接斩杀 第三只蝙蝠叫亡灵蝙蝠 这里的boss已经达到了3万血量之多 即使我等级也压 也不能很快秒杀他 亡灵蝙蝠还有一个技能 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牙套到处飞 去攻击玩家 被咬到会被控住 不过目光森林最厉害的 当属第四个boss 永生浮王 不仅有将近5万的血量 前面三个蝙蝠小弟的技能也全会 还多一个激光眼 防止被他的激光眼攻击到 还附带灼烧效果 下一个场景 蘑菇洞雪 这也是我觉得最难的场景关卡 难的并不是boss有多难的 可是关卡的陷阱 毒磁踩到了会中毒 持续掉血 加上远沉攻击的小怪 很容易就被小怪加陷阱一波为欧带走 这几关我用的复活水晶也是最多的 boss的话就是水马 boss我倒觉得很简单 因为他只会待在水里 技能会喷射水柱 但只需要站在这里的石头上就攻击不到 第二只就是比刚刚的长大了一些 第三只就多出了一个头 多出一个头就是为了喷射水柱的时候 可以攻击到上面 还会召唤一颗蘑菇 跳到他嘴边吃虾就可以回血 毫无疑问 那最后一只肯定就是三头了 他会的技能就不少了 不只会召唤毒柱 还会潜在水里 从水里发出攻击 不过boss确实就是这个游戏最简单的部分 前面的小怪打过了 boss没压力就打过了 然后就是下一个长短关卡 引龙雪山 这里的陷阱就没那么难 不过很容易就被小怪为OE拨带走 这里的boss是雪兽 第一只雪兽 几乎没什么特点 硬要说一个 头上中根花爽吗 除了血量比较厚 还会叫小弟 偶尔攻击可以把玩家动住而已 打他没什么压力 第二只雪兽就有说法了 叫混沌雪兽 头上中的花已经结果了 可以拿下来洗用 就是不好中 甚至走路都能裹开 不过开炮的时候是没办法打到他的 第三只雪兽多了前面两只一个技能 就是狂跺脚 召唤一群小雪怪来攻击玩家 还有就是在boss的领地上加了一些机关 给玩家加上难度 最后一关 难得真不是boss 而这去打boss的路上 不仅小怪贼多 还有两个雪球一直滚 一不小心被打断就容易被硬波带走 最后的boss 底型比前面三只都要大 血量也达到了惊人的21万 技能就跟上一个没什么区别 设置这么多血量 是用来拖时间 好让玩家的评分并低的吧 打完这关后面就是一个敬请期待了 那么这就是洛克怪打截至现在的所有关卡boss了 其实这个敬请期待好像在我之前玩的时候就有了 可为什么这么久 官方还是没更新后续 可能官方是忘了有这样一个游戏 亦或者是想让我们对后续一直保持着神秘感 也希望官方后续可以让这个游戏完结 最后我也是用碎片兑换了符宝包 算是给我的童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臭小黄 这期视频真的制作了蛮久时间 你们就给个三年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 like bye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